台中市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 这一天在百货公司广场前 举办阳光青少年宣导活动 除了有高中生团体表演 还有设置儿童权力公约的关卡挑战 希望青少年能够拒绝毒品 愿力暴力歧视 高中生青春活力的开唱 为活动揭开序幕 台中市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 这天举办宣导活动和闯关挑战 希望鼓励青少年参加对身心有益的活动 我是参加音乐社团 然后还有舞蹈社团 因为我本身就是兴趣 就很喜欢唱歌或跳舞这样 所以才会参加中心的这些社团 然后跟 而且就是跟我的伙伴们 然后一起参加这活动 就更加的有序这样 好的我有参加的是音乐社还有舞蹈社 然后这两个都是非常 就是开心的欢乐的一个活动 也是符合自己的兴趣的 对 正式启动 众人一同推广儿童权力公约 像是尊重青少年表达意见的权力 零歧视等等 是否表示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 有许多社团活动 希望用健康正向的方式 陪伴儿少成长 拒绝毒品远离暴力 那我们过去比较偏重儿童 比较偏重幼儿 那我们现在更重视青少年的一些的服务 那青少年充满了活力 我们也就希望他们在这里 更能够去展现他们青春的模样 那大家都知道有CRC 就是儿童权力公约 那我们今天也会在此呢 把CRC里面几个主要的概念呢 来向各界的来报导 来说明 那在台中市的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里面 开办很多的社团 包括有泰拳 有音乐 有舞蹈 然后还有美甲等等的一些社团 都是免费来提供给 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朋友来学习的 关注儿少议题 社会局表示 今年将选出第三届台中市儿少代表 只要对儿少福利议题 有兴趣的青少年都能够报名参加 记者张伟霖 台中采访不懂 学生的朋友就有机会把 好 感谢观看